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借助介绍菩提灵世 这是第四个例子 好善积德的国报 不停临家了 早年有一位老宗 好善好师 常做粉团不失个穷人 常年累月 他都不疲不业 欢欢喜喜 救济穷苦的人 有一个新人化为道人 这个新化道人 我们不必去猜疑他 我们只看到是有一个穷道人 他每天也到这个地方来 肃取六七团 他每天都来 这个老母天天给他 他要的多 别人要一个两个 他每天都要六七个 纵三年如一日 这样子每一天去要 要了三年 这个老太太都欢欢喜喜的给他 这个知道老太太 不失旧人 是出之于真诚 因未至于 这一天 这个道长就给老太太说 他说 我赤辱三年粉团 何以为报 我吃了你三年 每天吃六七个粉团 我吃了三年了 我以什么来报答你呢 他说你府后有一地 你家里有一块宝地 他说将来死后 葬在那个地方 子孙观觉 有一身马子之数 将来你的子孙 做官的人数 就像一身芝麻那么多 成心救人 是其子一起一所顶藏制 出世 即以救人蹲地 每一代 战因甚甚 附近有武林 不开榜之遥 这个话是真的 我过去在福建 住过六年 在建屋住过六年 一直到抗战时期 他们家里头 代代还有些人 那么他的后代 依照道长指定 把他葬在那个地方 固然 葬下去 第一代 他的后人就有九个 重镜寺 所以在附近 有这么一句话 无林不开榜 每当扩举的时候 考试 重举人 重镜寺的 林家人最多 这个是他们的祖宗 这个老太太 诚心不失救人 忠明不疲不拒 雷代是世世代代 战因 这是将从前做官戴着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里面 帽子上面的带子叫银 急的这个带子叫银 这边叫展 这都是说明官做得很大了 这个家族非常的兴旺 无不是得利于祖宗 积德 子孙 继续不断 心善积德 道持家风 代代不坠 那么在中国这个例子 有很多 最著名的 范仲淹 我们在古文里面 都得一天记 知道范仲淹先生 从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 一生 积功累得 不疲不厌 所以民国初年 英光大志赞叹 中国 祖宗级的大德 后世子孙 代代都受到他的福音 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孔子 年千五百多年 家道不衰 世世代代的帝王 对孔父子都尊敬 今天在民国时代 孔子的后裔 在国外都受到外国人的尊敬 夫子的余福 第二位 就是将的范仲淹 到民国初年 八百年不衰 宋朝时候人 第三位 他将的叶状元 是清朝初年的 一直到清末 三百年不衰 英光大志举这三个人 祖宗级的德后 再看下面 第五位 冯祝安太子 他的父亲 唯一祥身 这是在仪式县 在这个县学校 祥室学校 也算是公立的 县立的这个学校 做学生的时候 祥身一般讲秀才 隆东早起 复学 这是冬天 早起到学堂里面去 路云一人 倒卧学中 闷之半江矣 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 倒在这个血堆里头 他去摸摸它 还没死 但是已经快冻僵了 所以 杰吉之 敏求一之 他自己穿的 这是个绵的 或者是皮的衣服 这个外衣 他赶紧脱下来 把他包起来 且福归救赎 把这个人 扶到家里来 把他救和了 这是救人一命 佛家常讲 救人一命 甚遭奇迹 浮屠 这个话 意味深长 一般人 只知道 建寺庙 浮屠是抱他 契机 就是七层的抱他 建这个功德很大 现在呢 又做些 造大佛像 大概造大佛像 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 我想了又想 古人这句话 救人一命 甚造一百米的 佛菩萨像 不止 奇迹 浮屠 你造那么大的 佛菩萨像 有什么用处 今天这个世界 苦难的人太多 多少人 在饥饿的边缘上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生病 没有医药 多么可怜 建一个大佛像 建一个宝塔 需要花多少钱 你把这些钱 拿去救济这些灾民 这些在积过边缘的人 我相信你这个功德了 无量无边 就业一命的时候 这个古报都不可思议了 得这么大的福了 你要能够救千万人的生命 我相信你的后代 那个坐观兴旺 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 人数也是一生之麻 那么多 为什么不做 我们要多想想 什么是真实的功德 什么是假的功德 这里头有一个标准 凡是真正令一些苦难众生 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的 这个功德是真实的 如果另一切众生 得不到身质上的利益 这功德是假的 所以我很不赞成造这些大佛像 有人说 这个大佛像坐在这个地方 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 未必 这是属于迷信 一方得福 一方平安 要靠什么 靠教化了 要靠改变人心 现在这个世界人心 全世界几乎都不例外 自私自利 天天在增长 贪嗔痴慢 天天在增长 这是灾祸的根源 造一个大佛像 就能把它镇住 哪有这个道理 能够化解 要提倡教育 佛教的教育 佛教教育 是智慧的教育 是慈悲的教育 是爱的教育 教导大家 学气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扬 贪嗔痴慢 无条件的牺牲奉献 去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一切苦难人民 佛是教我们这些 我们明白了 真正肯一教风行 我们自己得度了 也真正能够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这是佛陀的教会 假如说造宝塔 造佛像功德真有那么大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什么不去造大佛像 为什么不去造大宝塔 我们看看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他老人家在世 一生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除了讲经说法 教学之外 他没做别的事 他也没有去打过 什么水路法会 也没有什么败过 什么灿 甚至于现在讲的 打个佛旗打个禅旗 我们在经书里都找不到 这后人搞的 佛菩萨没有搞的事情 我们学佛 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 佛菩萨在哪里呢 经典 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 效法佛菩萨 学习佛菩萨 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我们在这里看到 逢中 救人一命 你看他得的感应 梦 神告知 这是晚上做梦 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 如救人一命 处至尘性 无情寒其未如子 这就讲到轮回了 寒其是宋朝时候 是宋神宗时候 阴宗神宗 他做过圣年 宰相 也做过元帅 是一个文无全才的 了不起的伟人 在历史上我们读到他 深得当代后世人的尊敬 在那个时候 他跟范仲淹 其民 两个人都是 处将入相 这个 冯朱安的父亲 做这一桩好事情 这个神人说 我派遣 我派遣 寒其 做你的儿子 那么 吉森 祝安 遂名其 所以 祝安是他的字 他的名字 叫冯启 他父亲取这个字 梦中有这么一回事情 果然他的官做到太时 太时就是从前的寒灵 再看下面举第六个例子 台州 印尚书 浙江省台州 有一位印大游上书 这个上书就是现在将的部长 官做到部长 壮年 西夜于山中 西夜是读书 在山中读书 从前读书人 多半都寄住在寺院 寺院确实提供给 读书人 最好的学习场所 古时候 学校没那么多 一个新 通常只有一个学校 现实 所以读书的 这个环境 很难找得到 除了寺庙之外 那就是大户人家 富贵人家 家里面有藏一些特殊 秦 这个老师在家里面 教自己的子弟 这称为私塾 那个藏书的数量都不会太多 所以 这个大规模的藏书 都在寺院的藏经楼 这个藏经楼啊 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图书馆 寺院的藏经楼 不仅仅是收藏 佛书 在中国 儒家的 道家的 住子 百家了 几乎全部都收藏 出家人 真正在做学问 真正在修养自己 身心的心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 从前念书人 秀才一般都愿意到寺庙 亲近出家人 寺庙有丰富的藏书 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呢 都可以向出家人请教 而出家人教导他们 都是义务的 这是佛家所修极的功德了 所极的善行啊 但是 现代 佛教寺院 已经变质了 完全 跟古时候不一样 古时候是个教学的场所 现在变成了 金灿的场所 跟这个鬼打交道的场所 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那么他 洗液在山中 山中一定是住在寺庙里 夜诡异消极 晚上 这些地方诡异很多 往往惊人 功不拘 旷野之处啊 这些妖与贵 确确确实实是有 胆小的人都不敢住啊 这硬先生 这硬先生有胆量 心地 正直 不怕这些 邪魔鬼怪啊 所以他不怕 他依旧在山中读书 一些问鬼云 有一天晚上 听到鬼在讲话 说某一家 某夫 一夫酒客不归 翁骨彼其家人 明业当一死于此 无得待业 这鬼在谈话 他说 有一个人家 某一个人家了 这个妇女 因为他的丈夫啊 离开家乡 很久都没有回来 大概他的公婆 以为他的儿子死了 逼着这个媳妇啊 去改嫁 那媳妇 不愿意 所以他就起了念头 明天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 所以这个鬼啊 我们就晓得吊死鬼 吊死鬼要找替身 他要找不到替身呢 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 那么这是 不但是佛法里头 说得少啊 这个道教里面讲得多 对这个事情说得很多 反而是狠死的 自杀的 都要找替身 所以自杀很痛苦啊 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到 这个道家跟我们说 自杀的人 每一七天 他要重复表演一次 嘴非常苦啊 你就上吊了 每一七天 他要去吊一次 什么时候找到替身 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 跳楼死的 每一七天 他也跳一次 你说这个可怜不可怜 所以人 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 都不可以啊 有自杀这个念头 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 万万不苦 当你找到替身了 你投胎还是随意流转 苦不堪也 那么这个吊死鬼 还很难得了 明天有人来上吊 他可以找到替身了 他可以去投胎了 这是无得待业 他再代替了 功勤迈停 得因四两 皆为作其父之书 既应还价 应上书听到鬼在这说话 他心里面 就有了主意了 明天一早回去 赶紧把田卖掉 卖了几抹田 得了四两银子 再写一封信 围造他的儿子 写一封家信 连到这个四两银子 赶紧送回家去 送到这个家庭 这个家里头 他的父母一看到 儿子有书姓回来了 他没死 其父母见书 一手疾不累 一致 鼻疾不对 就怀疑 既而愿 书可嫁 淫不可嫁 相耳无痒 夫遂不嫁 妻子后归 夫妻相保如初 尹尚书救了一个人的命 这一对公婆 看到有人寄信信回来 又寄了银子回来 虽然这个信 鼻疾不对 但是想那银子是真的 总不能说 无缘无故 人家把银子送给你 想想一顶儿子平安无事 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 救了媳妇一命 印尚书救了他一命 不但救了一命 而且成就这一对夫妇 保全而不至于三力 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 印先生做了一桩 印得了 他做这个事情 没有人知道 这个事情做了之后 拱又闻归于 无党得待 奈何 奈此 秀才坏无事 本来他找到提身了 哪里小的被这个秀才破坏了 那这个秀才就指着印大悠先生 被他破坏了 旁一鬼月 而何不后知 旁边有个鬼子说 你为什么不去害他 约 上帝 上帝 以此人心好 命做 应得 上书 无 何得 而何之 那这个吊塞过去说 他说 上帝 知道 这个人 心 很好 已经 命他 做 应得 上书 我怎么能再害他 应公 因此 一致 努力 善日加修 得日加博 应大悠听到鬼在那里谈话了 自己更加迷利 知道这一桩事情做对了 这个上帝 命他做应得上书 他自己哪里晓得 换一句话说 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了 这个是鬼把这个消息偷给他的 所以 他就更加努力 断卧修善 所以他的善 天天增加 得 天天加厚 欲 遂机 这 眷顾 一阵子 欲 亲戚 有疾 这 围曲 围耻 欲 有 恒 力 这 反共 自责 依然顺受 这个都是知道回头神案 知道怎样去做好事 荒年 饥荒的时候 他 他 捐骨去正在 去救人 遇到亲戚 有疾似 他总是围曲 去 这围曲是围曲自己啊 帮助别人 解决别人的困难 遭遇到恒 遇到恒例 别人 侮辱他 毁谤他 遇到这些事情 他能够反共自责 这学大语啊 绝不怪罪别人 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不能令人生欢喜心 过时不在人 在自己 自己才能够 修善 才能够正常自己的代行 所以 这些恒例 都能够依然顺受 依然是欢欢喜喜 逆来顺受 这个都是 极善 极得的 四十 那么他自己 以后 做了上述 做到部长 子孙登阔帝的 金雷雷雷 他的后来 这个登阔帝是 考中静世的 很多 后代好啊 第七个例子 徐凤竹的父亲 长属 这是江苏省 长属县 有一位 徐凤竹先生 徐凤竹 是 其父 素父 偶遇 年荒 先 捐租 一位 同意 之昌 又 奉骨 以 整 平法 这是一个善人 他的 家庭 相当富有 那么 偶然碰到了 荒年 何时 旱灾 何时 水灾 收成不好 那么他就 先把他自己 印收的 这些田租 完全捐掉 从前富贵人家 这中国自古 有一个观念 只 横禅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不动产 不动产 是比较 可靠 但是 现在人 有这个观念的人 不多 古时候 有钱 都买地 买山 这叫横禅 不管 遇到 什么样的灾难 他的田地 总是在 他的产业 不会 毁掉 不像 现在 现在的时候 工商业的时候 是非常脆弱 一遇到一个 经济灾难的时候 就损失 非常惨重 从前 古人这个观点 我们想想 还是这确定 我去年在 马来西亚 住在 李金游居寺的 山庄 这个李居寺 还是有 中国传统的观念 他到处去买地 他告诉我 他不存钱 决定不把钱放在银行上 他说钱放在银行 是个啥事情 我的钱放在银行 让他去赚钱 我只得一点小小的利息 他就不干这个事情 我说那你怎么走 走我买土地 到处买土地 所以在这个吉隆坡 他开了一个六星级的旅馆 那个土地面积是三千个 外国人一个阴谋 等于中国六亩地 那三千阴谋呢 三六 一万八千 中国模式 一万八千瓦 这么大的一块地 他在古今 买了一个山 这面积多大呢 五千个 五六万 五六万 就三万 中国模式 三万模式 都很大了 整理的非常之好 那么他告诉我 他在澳洲也买了几块地 我说多大 他说大的 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大 我说你怎么经营呢 现在还没有开发 这一次我去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块大地 总共是八万一某 八万成六 这个没有法子想象了 这是一块最大的 还有两块比较小的 是一万个 有一块最小的 但是那个地方风景 非常之美 他准备优先开发 有两千多个 所以我听了很欢喜 我说你到澳洲去开发 我去看看 所以中国古人 买山买地质很差 这个是很正确的 一个概念 那么你们有这么多土地 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 农民没有土地 他向地主租地 每一年耕种 那租 在收成里面 收的这个稻穀 分一部分给这个地主 地主收租 那么徐凤竹的父亲 是个地主 他遇到荒年 他就把这个收租 或者是劫民 或者是通通捐出去 来提倡 就在 又分骨 以正贫乏 自己家里面的仓库 这个稻民 他把他拿出来 在拯救这些贫穷的人 常常做这些好事 夜晚鬼唱于门月 曾经听到 夜晚鬼在他门口 在唱 唱的什么呢 千步框 万步框 十家秀才 做到了举人郎 相许而乎 边野不断 这鬼在门口叫 徐家秀才 那个时候就是 徐凤竹 徐凤竹秀才 就是说 他的 这个 父亲 做这些好事 古报 他会得到 他去考试 一定会中举人了 十岁 奉诸果举相 他的 这个 奉诸果然在这一年考试 中了举人 其父 因而 疑疾得 字字不殆 修巧修路 摘审 结重 凡有利益 无不尽心 他的父亲听到鬼唱歌 果然儿子中了举人了 真的有了效应了 所以 他行善了 格外的努力 疑 意识增长 各外努力 去做这个善事 滋滋不息 修巧不禄 再举几个例子 利益 方便行人 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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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债生 是 勤出家人 吃饭 债中呢 是借记大众 那么在这里 既然讲到 债生了 债生的利益 在哪里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明朝时候 清朝时候 这个风气 甚深 现在 中国 外国 还是很深 在家居士 以财务 共生 习求修福 而接受 供养的这些出家人 要为他说法 换一句话说 要教导他了 在家人 对出家人 是财不实 出家人 对在家人 是法不实 所以 债生 是求法的 我们在 楞严经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 接受 过王大臣的供斋 惯例 用完斋之后 决定要讲经说法 这一天 释迦牟尼佛 接受供斋之后 没有说法 其身就走了 这些斋主 跟着 释迦牟尼佛 不放 你们也给我受罚了 我跟着你 原来释迦牟尼佛 要去办事 办什么事 阿南村 造了难 先去救他 愿迦牟尼佛 愿迦牟尼佛 是这个因缘起来的 那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愿迦牟尼佛 优秀养佛 是社会大众的导师 用现在的话来说 多元文化的教师 他们 他们真正做到 确定的牺牲封献 为求学问 为教化众生 奉献了一生 这个接种 是碰到 有困难的人 皆是接机 他贫乏 或者是失衣 他缺少吃的 缺少穿的 缺少用的 凤竹的父亲 他们家里有财富 只要遇到 都乐意去帮助 凡有利益 无不尽心 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 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 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 命中有财富 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 财富 财富绝不是攻击一个人享受的 绝不是攻击一家人享受的 你命中有财富 你就要知道 你有使命 你有职责 帮助世间一切穷苦之人 你的财富 深深世世享受不尽 财从哪里来的 财从布施来的 越是越多 他这样做 后来又听到鬼在他门口唱歌 唱的是千步狂万步狂 十家举人直坐到渡堂 那个官越做越大了 奉竹官中念之巡抚 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神长 做到浙江的神长 可见的 新人 急功累得 古报 无比的殊胜 那我们想 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 那他自己呢 自己福报一定更大 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在世 自己的古报在来身 凡是这样急功累得的人 他要是在世间 他来世 那个佛报就不可思议 如果来世不在人间 决定在天上 享天福 他的子孙后代所享的福 这叫于福 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 极善之家必有于庆 那是于福给儿孙 自己的福报 比儿孙所享受的 一定要超过很多倍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善不能不修 不能不挤 挤善必定有好的果报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